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问答环节》 先介绍一下身边的嘉宾 有耀才政圈研究部的分析员 谭志乐在这里 你好 你好 先跟大家看看大市的情况 恒指现在升近57点 报24374点 至于国企指数升116点 报11767点 而大市成交暂时达到575亿多 各位家庭观众有任何股份问题 欢迎打电话来民股热线 204-6566 又或者是电邮给我们 askatbschannel.com 我们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接通的有李太在这里 李太你好 是 麻烦两位 我想问205 我没有货的 是 哪位可以入得 还有一个432 我就是4.8买的 是 会不会上回家乡 倒回家乡 好 先看看250比亚迪电子 现价报八个一毫二 今天来说 升势非常显著 升超过5% 都见到 是不是都受惠 被苹果列入附件供应商的名单的消息 所带动 如果现在已经升了5% 还入不入市口 的确这个消息 对比亚迪电子来说 会有很大的帮助 始终说过去一年 比亚迪电子股价走势非常之强劲 其实最主要原因 都说到公司 特别做一些金属外壳方面的业务 基本上在市场上 开始拿到领先地位 和其他竞争对手 看到开始有个优势 但是始终说公司最主要的客户 本身是来自三星的一些韩国品牌为主 但是 一直以来他们的主要客户 近期来说销售情况 都不是太理想 这方面都导致股价有一个影响在 但是如果这宗消息 未来来说 能够接到更多苹果相关的订单 这方面对它来说 会有个很正面的作用在 所以股价都开始出现一个反弹在 什么位置去追 我觉得可以留意技术形态上面 其实看到股价之前跌穿完 保力加通道底部之后 都有个急剧反弹的迹象在 现阶段 都从于通道中逐8元流上的位置 从技术指标上面 看到STC 都发出了一个买入讯号 都开始有个反弹的势头在 所以什么位置去追 我觉得可以留意 在8元这些位置追回入 在8元这些位置买入 将止蝕价设计到7.5元 都是承担5毛左右的风险 后市目标 我自己会先看9元以上的水平 再跟进4.32 刑大地产 在做3.89元 暂时跌跌1% 家庭观众 在4.8元的位置 握了货 如果这样看 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现在怎样去部署 去到3.89元 究竟是指洩好 还是继续握住它 这些位置怎样部署 始终觉得我觉得 内防鼓 短期后市来说 都未必有太大的冲劲 甚至可以简单来说 基本因素是弱的 股价可能都会有下行的风险 但这些位置 我觉得都可以受多一会儿 始终说 都跌得相对比较多 未来来说 比较关键的支持位置 会落到50天线 大约是3.7元 这些位置 如果不穿3.7元 我觉得这些位置 有条件继续握住 为何再去握住 最主要原因就是 如果未来来看见 内地可能是春节假期之前 或者之后 见到真的有些宽松的货币政策 有机会出来的话 我觉得会有个刺激作用 所以我都建议 从走势上看 不跌穿3.7元 暂时来说 都继续守住 突破一个技术反弹 但是后市如果短期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而股价都能够反弹到4元左右 这些位置 在这些水平的时候 我都建议先行减持这场 好啊 帮不帮到你啊 李太 是不是4元就要走 如果你说特别 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真的能够反弹到4元 这些位置 我会建议先走 但是如果 你说最终见到 开始内地真的有些可能 减息 宽松银根的政策 而股价都开始能够 重拾声势 到时有条件握回一会 但是你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如果股价都能够 反弹4元这些位置 我会建议先走 好啊 多谢李太你的内电了 我们再听听下一位 家庭观众王小姐的电话 王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问呢 2005 是 和6881 是 2005 我就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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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我看报纸 就是说高盛都 只是说到 叫你人买入 目标价4个多 那我买了 那 还有 6881 这些位置可不可以入 好 先看看 2005 利均国际 现价部在3.08元 暂时都跌 在挨近百分之一 前两天 都公布了个刑期 都见到 就说预料全年 政利润有个险著的增长在 不过 就见到 升势 升完之后 很快就要跌下来 现在 就跌多个 之前买入价 怎样看回 还继续持有好呢 对于利均的看法 雖然公司之前发行起 但股价不能够升上去之余 再向下跌 最主要原因就是 在行起内容上 其实见到 公司赚钱 最主要是出售一些 一次性的项目 所以实际上 公司现阶段的经营状况 不是太理想 就算有大肯唱好 我觉得这些位置 如果之前买了 这些位置要加倍小心 因为这些医疗板块 现阶段 就算跌到这些水平 估值都一点都不便宜 如果资金真的对这个板块 失去兴趣 继续去估压 可能后期来说 都会有个深一点的调整幅度 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从技术走势上面 我建议这些位置 如何去部署 都跌到这个水平的时候 会留意三元这些心理惯口 如果穿埋三元这些位置 从技术形态上面 穿埋三元这些位置 之前股价培回 例如在三元至三元这些位置 可能有机会 还有多六毫子的调整幅度 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看到股价穿了三元这些位置 我会建议先行止舌离场 但是如果未能够穿 在之前后市来说 仍然站稳三元流上 都会有机会出现一个技术反弹 反弹到可能去到三个二 三个三这些位置 我觉得这些位置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都可能先行走去 好 接着再问一下 6881中国银行 现价部在8.6的位置 如何看回这些股份 虽然之前公布了去年的全年业绩 顺利 按年升了7.7 但是会不会说 之前已经是股价先升上来 现在再加上有两容的监管情况 变相现在股价 都不算有很大的升幅 在这里 看回中国银河 我相信在假期之前 我想都没有太大的变动 始终在说 业绩好没错 之前那轮升浪 已经发现了一大部分的原因 但是你会看回到 其实近期来说 内地股市的交投量 成交量 的确是从之前的高位 有个明显回落了的迹象 这方面 是会有影响在 始终在说假期前 我觉得入市意欲会相对比较低 所以短期来说 未必能引起一个炒风 不过往后来说 我相信陆陆续续都会有机会 出回一些宽松的银巾的政策 等等 会有机会刺激A股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些位置左右 都觉得 从直播率去看上面 都有个价值在 从技术走势上面 见到股价的现价段 扶回在8-9 这些位置 我都相信 8 这些位置 应该有个不错的支持力度 所以如果要买 我觉得在8.5 以下 这些位置可以买入 在8.5 楼行买入 将止蝕价 放回8元 不跌穿8元 后市目标 我觉得可以望回10元 或者10.5 这些位置 好 希望帮到你了 我们再听听下一位 家庭观众有邮小姐的电话 邮小姐你好 Hello 两位主持好 想问什么股份 我想请问6030和6837 我都很喜欢 我想你和我选择其中一个 应该是谁去买入 还有问多只龙湖地产 如果买得未来 内房股 要买的话 应该是谁去买入 麻烦两位 看看两个券商股 6030的中信证券 报25.7 暂时来说 没有升跌 另外看6837 海通证券报17.6 4 都要跌 四仙下来 暂时都偏远 两个股份 应该是怎样去减 基本上两个走势 都不分别不大 我认为交关系 正如之前所说 券商股在假期之前 未必能够引起一个炒风 始终见到内地股市交投量 是比较淡静的 但是这些位置 我都觉得 开始有个直播率 在这里 看两个假一只 始终未来来说 公司会留意全年的业绩 入面一些细数的表现 看上半年来说 中信证券 业绩就相对地做好一点 所以两个假一只 我会选中信证券 看整个技术走势上面 我会留意24元这些位置 是比较关键的支持位置 我觉得股价都未必容易 会跌穿24元这些位置 所以 我认为以24元来做止蝕位 什么位置去买 我觉得可以留意大约在25元这些位置 才去买 25元位置买入 止蝕在24元 后市目标我自己 会先看30元这些位置 好 最后看960的龙湖地产 现价暴在10元 暂时都没有升跌 看股价走势 似乎一直都比较差一点 怎样看回 一月份实验的签约金额 只是去到27.6亿元人民币 安年都跌了9% 其实见到很多内房股 一月的销售整体现然 很多内房企业销售的情况 都不是太理想 但是自从人民银行降准之后 市场普遍都认为在春节假期当中 未来2月的销售数据 会有明显改善的迹象 所以内房股这些位置 博反弹 已经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看回销售状况 现阶段仍然相对比较疲弱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博 不建议住 而且看回龙湖地产的技术走势 现阶段都形成了一个下降三角形态 如果穿9.8这些位置 调整幅度会有机会加深 但是由于未来来 我预料可能会有些减息 相关宽松的政策有机会出来 这些政策出来后 对内房股包括龙湖地产在内 都会有一个正面的作用 所以就算穿9.8也好 我觉得回调到大约9.5这些位置 或者9.4这些水平 都可以考虑去买 所以我建议 在9.4这些位置买 就将指示价放到9元 到时候反弹目标 看10.5这些位置会安全些 好,都等到9.4才考虑龙湖地产 希望可以帮到你了 因为我们这节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先跟Anna做新报 刚才提及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 好,谢谢你为家庭观众解答问题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有直播幻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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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